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稳经济的根基还不牢固 一揽子政策要一杆子插到底 这显然是有计划有预谋的一种造势行为 但是仅仅一天之后 这些转发就全部被删了 不见了 所以这个事情比较蹊跷 如果说仅仅是发了这篇稿子 大家看到一些倾向 党内的意见的不同 这也没什么 党内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 就像毛泽东说什么 党内有派千奇百怪 有派别很正常 有想法不同很正常 但是呢 你要把这个东西删掉 那就显然就说不允许有不同声音 就是换句话来讲 就是半月谭发的这篇文章 显然不符合网信办中宣部 这个有关立场 或者说直接被党中央的某人关照 封杀了这篇文章 就像什么 就像昨天我们说的张文宏 他们的上海的团队研究的 这个上海在疫情期间的 这个病例的情况 在中国疾控中心的 英文网站上发表 发表18号发表 22号就被删除了 当然其他网站上还有一些节选 这是另外一个事情 但是呢 在这个CDC 这个weekly 这个英文的网站上 是找不到 昨天是找不到 今天我不知道是恢复了 可能性不大 那么 这个 这个文章呢 以稳经济的根基 还不牢靠 牢固 一揽子政策 要一个一插到底 这个为题 到处转载 而且被删帖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 清零派 与这个复工复产 这两条线路 路线斗争 甚至是组织路线斗争 还是比较激烈的 为什么呢 虽然说动态清零 掩其息骨 无其而终的态势 但是呢 不允许你质疑他的地位 就像张宏的文章 虽然CDC 中国的疾控中心 发了 发了以后 还给他删帖 还要给他删帖 那么我们看看 这个半月谈这个文章 他提到了什么 说到了什么 他的原标题叫 一揽子政策 要一杆子插到底 是新华社的一个记者 叫何新荣 他是作为半月谈的评论员 发表了这么个社评 这个文章的第一句话 就是比较耸人听闻 说中国经济正处在 非常关键的时刻 三月以来 随着奥米克隆毒株的传播 多个一线城市 相继出现疫情 影响到生产投资 消费各个方面 加大经济下行压力 如何推动经济发展 回归正常轨道 努力实现 5.5%的年度增长目标 成为当前一个中心工作 这个话什么意思呢 5.5%的这个年度增长目标 还是要作为工作的中心工作 去努力的 那这个话什么意思 如果就是说疫情防控 不能成为中心工作 两个中心工作 你保哪个 现在这个文章提出 要保5.5%的年度增长目标 用这个5.5%的年度增长目标 自然就把这个动态清零派的一切的 这个行动啊 就给他破破解了 不管他嘴上怎么说 什么人命 这个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啊 不管你怎么去论证啊 现在就说 我的中心工作 就是要努力实现 5.5%的年度增长目标 下面第二段 就把这个党中央又搬出来了 说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 这是党中央的明确要求 4月19号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 一个决定吧 那么显然按照 这个党的文件啊 2019年的一个文件 中共中央啊 这个政治局是在 全会休会期间 政治局是最高权力机构啊 那么有政治局要决决决策重大的 这个 重大决策 要经过政治局啊 或者说常委会 不是 决策不能出自核心 这个是很明确的啊 所以这里说的党中央啊 显然就是政治局多数啊 形成的这个精神 说面对严峻的内外挑战 5月底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进一步部署稳经济一览的政策 包括财政金融稳投资 促消费等六个方面 33项措施 这些措施不仅在宏观方面 有利于保持经济大盘稳定 更在微观方面层面 保住市场主体 保就业 保特定困难主体 彰显稳经济政策的力度和强度 啊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个十万人大会 就是要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的 所谓33条措施 六方面33条措施 那么这个国务院常务会议 是落实党中央的明确要求啊 所以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 啊 说落实中央的要求啊 地方版的稳经济一揽子政策 也纷纷出台 比如上海出台了13项啊 这个50条政策啊 50条政策 这是上海 重振经济50条 那么广东呢 啊 广东省有个贯彻落实国务院 啊 这个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 说是实施方案 提出来131条啊 具体措施 那么北京呢 北京叫统筹防疫情防控 和稳定经济增长的实施方案 共45条 北京这个最滑头啊 或者说 他是最讲经济 最讲政治 他讲什么呢 统筹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增长 啊 这是什么 谁也不得罪 这是标准的党中央的这个 说辞和声音啊 政治正确 但是广东这个就是 说贯彻落国务院的这个政策啊 这个标题 就显得让某些人不会高兴啊 广东市 是这个样子啊 还是比较实在 广东人 那么文章说呢 这个 在中央地方政策的共同推动下啊 一些指标 出现了积极变化 比如五月份的制造业采购啊 经理指数啊 达到了49.6啊 回回升的2.2个百分点 社会融资规模呢 比上年多了8000多亿啊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口啊 五月份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啊 是2.79亿啊 比去年同期多了8000多亿 但是啊 他又转折了 话又转折了 当前稳经济的根基还不牢固 从企稳到复苏 中间需要经历一段 复杂的信心修复 元气修复 这个信心修复 我们能理解元气修复 那是把经济看作什么 看作一个主体了 要恢复元气 他把他 有的人把他比作飞机啊 飞机要重新起飞 要滑行很长时间 在这个文章中 还把他比成自行车啊 你不能太慢 太慢会倒 这奇奇怪怪的各种比赋 那么信心修复 我们知道 就是实际上就市场主体 像什么欧盟商会之类的 你这个清零不停 欧盟商会对你就是没有信息 他说什么 这是一项比疫情更防控 更为艰巨的任务 必须保持充分的忧患意识 和强烈的紧迫感 所以我就觉得是这一段话 就是下半句 后面这个一句话 是触动了这个网信 网信部门或者宣传部门的 这个神经了 或者说更高 人士的神经了 把这个文章给封杀了 他说什么呢 说某种程度上 这个稳经济 从企稳到复苏 是一个比 疫情防控更为艰巨的任务 必须充分 保持充分的忧患 意识和强烈的紧迫感 意思说 恢复经济比疫情防控更艰巨 要付出更大努力 投注更大的信息 这不就抢资源 抢注意力 抢眼球吗 那你就说恢复经济 比疫情防控重要了 不是平衡了 那么文章接着说 必须把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 作为对经济工作应有的底线 增长是底线 是经济工作的底线 所以他按照这个 又翻出来了十四五规划 到2035年 要经济和人均收入翻一番 翻一番的话呢 就意味着 未来15年 每年要4.8%的增速 说这个脱离速度 就谈不上质量 说经济发展要追求质量 要保证速度 保证一定的速度 说好像骑车车 太快要输事 太慢容易倒下来 那这个是咱们就搞不懂 说疫情给今年实现5.5年度增长目标 带来了困难 但是不应该动摇 要努力完成增长目标 要把预期修复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进一步增长市场信心 去年至今 中国经济的三重压力 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 预期转弱 需求收缩 那就是 因为全世界疫情 需求减少 供给冲击 那就是疫情造成的产业链 断裂 阻障 完了以后 就是这个预期减弱 整个经济不向好 向弱 那么现在要改变这个预期啊 很重要 预期不稳定 人就不敢消费 企业不敢投资 经济就会停滞 下面他就开始批评了 说过去一段时间 各地在政策执行面存在一定偏差 这不能直接说中央有问题 中央有问题呢 就是习总书记 其次指挥的有问题 不能说那个话 得说下面人做的不好 一些中长期的全局性的政策 被短期化碎片化执行 比如什么呢 比如共同富裕啊 同时一些舆论信息 也引发对政策的误读 比如国际民退啊 对一定 对市场主体的恢复发展 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就是党中央有一些中长期的 全局性的政策 被急功近利的碎片化的执行了 包括什么呢 包括那个碳减碳减排嘛 在去年第四季度啊 搞的这个经济上是一团糟啊 就是搞这个双碳排放啊 这个减排强行减排 年底要实施这个目标啊 造成很多这个电厂关门啊 电厂就是不算关门吧 就电厂这个不发电啊 减少发电量啊 搞的就是很多地方断电啊 那么今年李克强说绝对不允许出现断电啊 要这个电厂能开的要开 所以文章说修复和稳定市场预期啊 这是一个批评了啊 首先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啊 就不要折腾啊 胡锦涛说什么叫不折腾啊 这个就是在宣扬一种胡锦涛精神啊 叫不折腾啊 你实际上就是中央啊 中央的这个从上啊到下啊 你不要折腾 说有关部门要切实担负起责任 积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 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啊 这是从李克强到刘鹤啊 都在讲这个要稳经济啊 地方呢也要积极行动起来啊 另外一个呢要聚焦重点啊 把向发力多出一些这个硬招啊 新招啊 实招啊 别玩虚的啊 还要出一些新招 说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的细胞 稳住经济大贫 首先要稳住市场主体 现在这个很麻烦 他要稳住市场主体 就是要稳住企业了 但是企业是谁在经营呢 是老板在经营 资产者在经营 资本家在经营 资本家人心怎么稳啊 如果说你说我为了保就业啊 我为了保增长啊 你这个企业就不能关 就不能停 就必须开工 但是企业家一算 我根本不挣钱呢 我就想把他注销掉啊 我就想把他这个投资萎缩啊 那怎么办呢 我就对中国的经营环境不看好啊 因为那有个习主席啊 对不对 他他要搞 搞社会主义啊 要搞复辟啊 长期的 你不是前面讲的吗 一些成 中长期的整体性的策略 在眼下 在这个 引起了一些 信心上的问题吗 但是企业家不傻 企业家不是光看眼下 他也看成员啊 他也看成员 就说你你既然已经远远的看着那是个冰山了 那企业家当然不会开着船往上撞啊 他可能第一个就是掉头啊 避开冰山啊 如果说冰山已经到跟前的就跳船了啊 是这么一个状况啊 那你看上海封城期间 也有什么人在乎这个企业啊 连民生都也都不在乎 何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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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企业呢 好 但是这篇文章也是徒劳啊 他不讲如何稳住企业家 如何稳住私人资本 资本家啊 他就 就是在想稳住市场主体啊 就要把这些企业 企业是人在运营啊 特别是针对啊 这个中小微企业啊 要帮助他们读过难关 文章说这个要把一揽子政策 一杆子查到底啊 就是李克强说的 要低贯啊 直接到这个主体身上 中间不要跑猫漏 说各地呢 还可以拿出自选动作啊 各部门要开动脑筋 各地各部门啊 这什么意思啊 各地就各省各市 各部门中央各部委 要开动脑筋 多筹划一些 一箭双雕 立竿见影的稳增长项目 哪有那么多好项目啊 一箭双雕立竿见影 他出主意了 他说比如保障放 保障性住房啊 一方面可以促进 房地产投资平稳增长 一方面可以给中低收入阶层 提供可负担的住房啊 拉动房地产消费 一举多得 想的美啊 说的美 想的美啊 岂是那么容易呢 那么文章啊 接着啊 快收尾了 他说这个高效统筹疫情防恐 和社会经济发展 注定要面对两重或多重考验 这个就是李克强在这个 十万人大会中说的嘛 说你这些 呃 这个这个领导们 是要不能搞单打一 一刀切啊 就是要面对复杂问题 啊 你要找到平衡点啊 多重考验啊 比如说疫情没房住 要问责 经济下滑也要问责 啊 所以他在 他在这讲了 说这句话 很重 哪句话呢 我给你念一下 全体党员干部 这个话就是 感觉是党中央发号召了 全体党员干部 啊 必须知责明责 知重负重 啊 你必须明确你的责任啊 知重负重啊 你知道你承担了这个重担 而且要负重 你要担起来啊 你要负责任啊 你知道你的责任 知道这个分量啊 切实把二季度经济稳住啊 二经济 二二二二季度 也就剩十天了吧 啊 确保啊 这个经济运行在合理空间 啊 稳经济一揽子政策 受益主体 应想尽想 啊 现在这个应 应什么尽什么 死 这个词也是 古元系统喜欢用的啊 从孙春兰什么应收尽收 应减尽 那这篇文章叫应想尽想啊 要让市场主体享受到 这个政策受 政策的这个利益啊 充分释放政策 效力 助力啊 经济 起稳回升 啊 这个你听到了什么东西啊 你听到了就是 党中央的 以党中央自居的另外一个声音 啊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叫 李克强 啊 为首的司令部啊 因为他他这个话 说的确实有意思 叫全体党员干部 必须 不仅是向所有全体 啊 向所有干部 发出的一个声音 而且用了必须这样的词啊 必须知责民责 知重负重 啊 你必须明白自己的责任啊 而且你要承担这个重担 啊 所以这样的语气啊 这样的语气 也是够狠啊 也是够狠 啊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这篇文章被删了 但是你现在要考虑这篇文章怎么出来的啊 他是以半月谈 新华社的这个直属刊物啊 也是党的机关刊 这个 社评的这个角度 代表这个社的 这个看法啊 代表党的声音呢 啊 呼唤这个 这个向向党员喊话 全体党员干部啊 这就好像是 好像是李克强附体了 李克强在讲话一样啊 但是李克强可能都不会用这样的语言啊 也可能啊 我就讲就是 这一处还有前面那一处啊 就是 稳经济比这个疫情还要重大啊 另外一个这个 我估计这两处都是让这个有些人看了不爽的 事实上这导致这篇文章被删的一个原因 但是呢 这样的文章能发出来 就像张文宏的研究报告 能在中国疾控中心的这个周刊上啊 尽管是英文周刊上能发出来啊 之后被删掉啊 这都是说明什么 这个高层矛盾 激化 激化的一个 一个表征 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前面讲的中纪委的那个 纪检监察杂志啊 讽刺这个奸相李斯 李林甫 影社当朝 李克强总理 那篇文章也是被删了吗 坐实了 他确实是影社啊 之后又徒劳的发了一篇 这个表扬两个弦相啊 这个批判两个奸相的文章啊 之后又发一个社评啊 就是监察 这个纪检监察杂志的一个社评 叫什么团结一致啊 这些都是此地无影三百两 说什么呢 说明现在高层啊 这个 拳脚啊 确确实实似乎 由权力之争进入了这个具体政策之层 又从具体政策之争反反到权力之争 就是这个政治路线和这个组织路线揪搁在一起 那么二十大是一个标准的一个组织路线的一个大调整的一个大战机 大机会 所以在我们分析分析者看来啊 即使习近平二十大连任啊 当然呢 我认为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啊 他显然不是一个二十大连任这个事情不是不像以前啊 那么 就是那个可高性那么强了啊 有了这种松动啊 改变的可能性 另外一个即使他圆模圆样的连任了 他的权力可能又就像 这个 2019年啊 通过的一些文件和去年通过的第三次历史决议一样啊 是 对 总书记 对核心有所约束的 但是呢 我想 这这人都不傻啊 这个 总书记啊 为了得到他的东西 他会妥协 比如说在第三次历史决议 他为了得到对他的这个 长达一半篇幅的这种保养和肯定送辞 他也 做了充分的妥协 向邓江湖线路做了妥协 他没 成了邓小平的路线的继承者 这个在这个表述中 那么在二十大 我相信他也会为了二十大连任 他也会做出充分的妥协 除非什么呢 除非就是图穷逼舰嘛 拿下几个政治局委员或者某个常委 啊 这样在震慑二十大啊 让二十大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 找开啊 但是呢 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 不好说的一件事情啊 像吴光 吴光先生预测的 七八月份以前 习得拿下某个政治局委员 来震慑二十大 那显然时间并不太多了 我们可以接着看 接着看 好 今天这个节目就到这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转发 在此感谢节目组同事 谢谢大家 明天见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感谢您